欢迎来到全面进场 8月2号 礼拜三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著名大导演杜奇峰 在马来西亚出席广播的时候提到 香港电影的大问题迟早都会出现 原因是香港不属于香港自己 杜奇峰又提到 他感觉到当今的奇怪现象 纏扰着创作人 如果说真话就会死路一条 如果不说又条气不信 压制得到嘴巴 但是压制不了耐心 第二单消息 国泰航空再次陷入涉嫌歧视的风波 事源一名大陆网红 接连在微博上面发表贴文投诉 他指出 近日乘搭国泰航空飞往东京航班的时候 空姐全程只是以粤语讲说话 即使他已经表明是听不明白 但是空姐坚持讲粤语 同时面露不悦 情况令到他感到相当恶心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既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赌sir在大马的讲座当中 讲了些什么 赌sir早前应第六届 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的邀请 远赴吉隆坡 担任电影节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 并且在7月29号出席了一场的讲座 与杜琪峰对话 有现场的观众后来就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赌sir在讲座当中的一些金句 赌sir说些什么 赌sir创立的银河影像 一直都坚持着原创性 赌sir就说 我要讲的是人物、人性和命运 至于如何选择安排动作调配 我是不知道的 或者是受到其他电影 和生活的影响而产生的思维 在多年的电影历练当中 为什么会造就这样的我 实际上那就是本来的我 日本黑泽名导演的电影 我是不断地重看 对我的影响极大 黑泽名注重人物 讲故事的方法 和电影感 另一位潜移默化影响我的 是胡金泉导演 他的电影有灵光 这两位导演 都是用电影的语言 在那里讲故事 镜头运作和美术方面 都做得很好 我的电影世界 就是向他们学习的 赌sir又说 我拍戏就是靠直觉的 没有完善的计划 但是我知道哪些是可行的 可能边拍边去寻找 看事情的变化和工作过程当中 应该走哪一条路 哪一条路才适合你 我不写剧本就是因为 在未到必要的时候 先不要做决定 保留还有转弯的余地 至于什么时候必须要做决定 就是开拍的时候 觉得剧本构思还没够好 有所犹疑 终归都是要做决定 逼出来或者会做得更好 那是我适应的方法 这些并非到拍戏现场才有 只是在当场被逼 要接出最后的决定 赌sir又再评论时局 这段就戏辱了 赌sir就说 香港电影的大问题 迟早都会出现 而今次来得比我想象当中 还要快 原因是香港不属于香港自己 香港在历史上的出现 其实是一个考语 终有一天 他就会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他是属于什么 年轻一代和我们过去 所接受的有所不同 如今受教育的年轻人多了 他们不能忍受 他们不认同的事情是必然的 我也感到当今的奇怪现象 纏扰着创作人 如果说真话就死路一条 如果不说又调气不顺 情况就是如此的尴尬 你压制得到的嘴巴 但是压制不了内心 我觉得是需要一些魔法 就是需要继续努力 避重就轻 或者聪明地表达你的心底话 难过都要过了 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 始终都会有改变的 压力越强 情感的爆发力就越强大 以上就是杜琪峰大导演 在吉隆坡一场讲座当中 所讲的内容 当然我认为他是相当之感言 因为始终杜sir 他还要回香港 他亦都是以香港作为他的基地 即使去到外边 说这些东西都不容易 而且他说的说话 是能够引起到大家的共鸣 比如他提到说 说真话就死路一条 不说就调戏不信 你压制得到张嘴 就压制不了内心 于是他都劝勉那些后辈 要避重就轻 或者聪明地表达自己的心底话 于是在今年年初 就造就到一出电影 叫做毒舌大壮出来 破亿的票房 因为他能够引发出观众的共鸣 正如许冠民所说 电影就是要天马行空的 现实里面 有些事可能是做不到的 就要通过电影来说出来 这出的毒舌大壮 他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个信息 就是要伸张正义的 要彰显公义的 正正就是 在现实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市民 都是对于现状感到不满 而恰巧这一出的电影 就能够讲出到大家的心声 于是乎那票房就大收了 那杜sir我有一件事是很欣赏他的 他在以往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有提述过的 他就说不相信香港电影是死了的 因为有些人就说香港电影已死了 杜sir就说还没死的 而他在大马的这场讲座当中 也都劝勉后辈 就说要继续努力 避重就轻或者聪明地表达心底说话 难过都要过 他就是告诉大家 就算在有限条件 有很多的制褪 有很多的局限底下 他仍然是有坚持在那儿的 他有一个电影人的风骨 这件事就不容易 很多人是没有风骨的 依附权贵的 比如说电影发展局的 批钱的 出了事了 那就盲撑他了 那些就没有风骨的 就很少像杜sir那些 他说的那些说话 就是他真心相信的 他所分享的内容 才是显得有价值 因为这些是真识的真诚 这就是真实的杜其峰 而杜sir坚持他的看法 我是尊重的 他认为香港电影未死 事实上近年来 香港电影的票房 都是屡创新高 大家都看到 那真是未死了 也是有很多人 紧守着他的刚位 苦苦挣扎 纵然有很多红线 有很多空间不能再触碰 甚至乎蓄势到 很多创作人都要被迫自我审查 但是正如杜sir所说 就是有些人 他学会避重就轻 或者要用一种聪明的方法 来表达心底的说话 用一些迂回的形式 除非完全将香港电影被盖斗 耳朵不用拍 只是拍洋版电影 如果不是 继续有人坚持下去 我相信 当然 你说比起九七之前 一定是没有那么辉煌 因为有限制 在创作自由上 但是你说 是不是完全没有好的电影呢 现在看上去也不是 所以 如果继续有人在这方面 是有坚持的 我都觉得大家是 要去支持一下 这些是值得支持的 当然啦 有些电影 一美识得在这 歌功仲德 你看看我那份 至于杜sir 他为什么能够 这么敢言呢 当然是他的性格始言 我相信 也跟他没有埋队有关 如果他是埋队的 大家一起又给面派对 我估计就不会有 现在的杜琪峰 比如说 有一件事是可以反映得到 他那个风骨 他的人格 他做人的原则 就是他始终都不肯出席 这个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即使他是拿奖也好 他就找一些朋友去代领 他都不去的 为什么他不去呢 实情 杜琪峰担任导演以来 一共就获得18次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的提名 是获得提名次数最多的导演 他也是凭 枪火 PTU 和黑社会 三套经典的作品 是荣获这个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导演奖 但是他不去领奖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赌sir 这真是电影人的风骨 因为他一直都很不屑 金像奖的操作模式 在2004年的时候 他就更加公开批评 金像奖的制度 是不够透明 基本上赌sir就认为 你这档事都为威为黑商作业 你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那些奖项 他认为不透明 他就算自己有奖也不去领奖 这些就是好东西 你看有些人 不是的 沽名钓鱼 大把吧 由于赌sir认为 金像奖的评审制度不透明 故此他是二十年来 都没有出席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2004年 他分别凭着PTU 获得最佳导演奖 和大脆佬获得最佳影片奖 他本人都没有到场 找了任达华代领最佳导演的奖行 去到2006年的时候 他再凭着黑社会这部电影 获得最佳导演奖 他依然没有出席 后来无论他入围 得奖与否 他都一轮不去 赌sir曾经在访问当中提到 他对金像奖已经无话可说 他永远不会出席 除非金像奖改变的制度 否则他死都不去 这些就是好事 做人是有他的原则在 他当初说过 你这个评审制度 不透明 你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变 他就一直都不去 没有说后来又转态 因为你那个基本条件 是没有改变到 他当初不出席的因素 仍然存在 那就不去 这些就是做人有原则 所以为什么他这么敢言 亦都是性格使言 他不是说去违威威 埋队那些人 如果是 那就没有今时今日这个杜琪峰 当然他就敢于为业界发声 同时其实亦都是为市民发声 为市民套了一口的乌气 这个是很难得 尤其是娱乐圈 就是根本上一个大浴缸 当面对着创作自由 受到不断的侵蚀 有几多的创作人 是会肯站出来吶喊半句 那杜琪峰就是其中一个 当然也有其他人 我就不会说只有杜sir一个 但是呢 大家数来数去 其实说得出名的 就没有几多个 那免得说其他人 现在说杜sir 大把人就是继续 在电影圈里面 混日子 都不出声 可能那些人就会担心 会不会说完这些说话以后 就会失去了大陆的市场呢 似乎杜sir 就已经没有这些担忧了 因为他在年初的时候 曾经担任柏林影展的评审 在开幕记者会上 他说了一番话 令到有些小粉红不满 走到他的微博上出征 实际杜sir的微博 就已经被封杀了 如果是要得罪大陆的话 他今年年初那番话 都已经是得罪了 希望就不会了 希望大陆不要封杀他的电影 但就算封杀了他 损失的是大陆的观众 但这些事情是很难说的 可能有些投资者会觉得 如果你的电影只能在香港上 或者是可以卖浮的 在大陆上不了 那未必会投资的 所以不同人有不同的考虑 所以更加显得赌sir的难能可贵 接下来看看另外一宗消息 关于国泰航空涉嫌 卷入歧视的风波 这些事情我们早就研判了 是陆续有来的 因为你国泰跪了一次 那些人就有样学样了 明知道这些事情是流量密码 在抖音、在小红书上 他还不拆尽流量吗? 我们看看说什么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事情呢? 有些人就说不用说了 不行 因为这些人去贬益我们粤语的地位 我们就要说了 不可能这些事情都逆来顺受 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没理由连粤语也要打压 我们看看这个网红究竟怎么说 他就是一个微博的网红 名字叫做杰尼龟厨 他住在日本 不要叫外国 所以这些人 如果他去日本申请永居的时候 要告诉日本政府 这些人是这样的 贬是我们粤语的 他那么爱国 他不要搞入籍 他连回发表帖文投诉 他宣称7月31日 乘搭国泰航空编号CX504的班机 就是香港飞往东京的 这是回程 因为他在日本做事 他宣称是遭到不平等的待遇 服务ABC位置的女性承募员 就是空姐 全程就是用粤语说话 就算我向他表明了 听不明白粤语 他都坚持说粤语 面上还明显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坐在我旁边的香港人 笑容叉天拱地 简直感到恶心 空姐问我们要喝什么饮料的时候 都是用粤语来问话 虽然我听不明白 但是也猜得出 应该是问我喝什么 于是乎我自正康员地回答 可乐 谁不知空姐再用粤语 说了几句我听不明白的说话 然后他拿起罐可口可乐 说了句曲 我就不禁大骂粗口 我不相信现在还有人 是听不明白可乐的普通话 非要就讲句英语 真是恶心了 我在东京飞往香港的时候 那个体验都还可以的 当时以为国泰航空改过自身 现在想想从日本出发的上边 有三个国家的乘务员 有日本人 卡塔尔人 还有大陆人 那就是共同运输航班 还懂得演一演 从香港出发的 全部都是自己人 演都不演 国泰航空太垃圾了 我以后再坐你们的飞机 买你们的机票 我这一世都卖不出一幅画了 你个X 越想越生气 明天上班就要跟日本人说一下这件事了 让他们以后都不要买国泰航空的机票 以上就是那名大陆网民 无理取纳的贴文 首先第一件事 是全文字讨论 以往还说有些片子 有些录音 叫做作为一个证据 哪怕他偷录也好 现在你直接纯文字 那你文艺创作都可以 你说空姐在机机上可以 说而已 没证没句 对不对 你说了 你是一面之词 老实说 就算有证据 以听三分假 眼见都未为真 因为我经常都说 凡亲提出指控的人 一定是将最有利于自己的东西 就摆出来 不利于自己的东西 就掩藏了他的 收藏了他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 有证据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判别 究竟谁是谁非的时候 绝对不能完全信片面之词 除非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是非对错 更何况就是说 现在这些 你只有一个字 什么都没有 即是说个信字 那我就不信了 我告诉你 你先说 你先说 我不信 不信 就是不信 你说的 如果你说一下信 你说什么都行 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人后来又说 国泰航空有PM他 即是发了一个私人讯息给他 应该在微博上 就叫他主动提供联系的方式 他们的客服人员 才会找回他 然后就给他一个处理的结果 他就说 不稀罕这些什么处理结果 他就说 这次不是有备而来的 没有录音 没有视频 只有航班号 坐位号 就不觉得 国泰航空会有什么 道歉的处理 就说以后用钱投票就算了 喂 这些就是找东西来搞 我经常都说 如果你对航空公司是有不满的 你最起码是不是要向航空公司本身 来提出一个投诉 因为你提出一个投诉 可能他就会有一些积分的回赠 甚至乎是会有赔偿等等 用不同的形式 我都做过投诉 但是我会不会专专走出来说 我不会说的 你自己的一些个人体验 你觉得不好受的 你就去投诉 如果别人认识到 觉得是你对的 那就有些赔偿 是不是 如果别人觉得你都没道理的 那就拜拜 其实不需要什么都拿出来说 你什么都拿上微博 拿上小红书 抖音那里说的时候 你很明显就是立心不良 你就是要借国泰航空 来刺激那些民族主义情绪 刺激那些小粉红 盲毛 有个共鸣 于是你便有个流量 你就多人关注 你就有个热度 你便可以去 sale自己的产品 你便带货 就是这样而已 你便要获得那些人的共鸣 哪怕你这件事是真也好 假也好 我都不明白 永远这些处理方法 都是有理无理 就骂大他 你不懂得向航空公司本身投诉的吗 为什么你不是投诉了以后 我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才搞大他呢 你每次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你根本上就是 你说没有避而离而已 你根本就已经是有避而离 就是要搞他一会嘛 老实说 你如果纯粹去批评国泰航空的服务 即素或者其他东西 我都不会帮国泰辩护的 关我什么事吗 是不是呢 但是你每次这些批评 都是以粤语作为设入点的 我真的看不过眼了 你每次都说 别人的空服员就是说粤语 又不合听这样那样 你买其他航班嘛 是不是呀 这些东西自己都说 平时就买开这个ANA的 买全日空的 难道全日空的那些空者 又会个个都懂得说普通话吗 不要找东西来说啦 这些根本上就是无理取闹了 喂 当时香港飞东京的航班 有六间航空公司有刑办定期的航线 日本方面有日航 有全日空 香港就是国泰 港航 快运 还有大湾区航空 你不愿意的 你就搭大湾区航空咯 肯定有人会说普通话了 是不是呀 你知道吗 平时都是搭ANA的 搭全日空的 难道那些空者个个都懂普通话 这么厉害 好了 接着他说到没什么好说 因为他其实 微博上不是个人支持他 有些人清醒的 他就掃诸其他东西了 他就说我是一个在日本工作 海外讨口饭吃 没有事就经常要出差的穷X 坐的就是经济仓 那就是我太垃圾了 我又订不到高级的仓位 是我没有钱 我的问题 被歧视就是很正常的 下次就一定要努力赚钱坐头等仓了 国泰肯定就不会歧视我了 他说这些说话就是以退为进 我了解了这些网络骂战的招数 他说到没什么好说 这件事他是不着 别人问他证据他拿不到 那就以退为进 挑动这个阶级矛盾 挑动那些盲毛 乡下的那些人去仇富 老实说上微博那些人有什么人 六亿人口一千元人民币以下的每月收入 他就挑动那些人的情绪 哎呀我没有钱 那些人又对号入了 我又没有钱 你又没有钱 那我支持你了 屌尼老尾 根本就不是在讨论整件事 挑动阶级矛盾 这些东西根本是违反国安法 你放在香港是 煽动这个矛盾 是离了大谱的 你讲一讲 讲一讲又说没钱坐头等仓 又说什么努力赚钱 又说自己是穷X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 是不是挑动矛盾 这些是不知所谓的极 这些是 你还要拿粤语作为切入点才会坏 你如果不是拿粤语作为切入点 我都会告诉你 你喜欢说什么又说什么 但是他每次都被歧视 都是说别人说粤语的 我看不过眼的 我每次看都要出声了 这些都离了大谱 好,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